BOOST GO LEGOS BOOST GO LEGOS Yo man 歡迎收看BOOST GO LEGOS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齒輪比 那我們就開始吧 OK 我們來講解齒輪比 這有兩顆24尺一樣大的 然後這有 40尺跟8尺的 那我們現在轉 24尺的 1比1的 那我轉 它們兩個的轉速是一樣的 但是旋轉方向不一樣 OK 那我們現在來轉 大尺跟小尺 那我們先轉大尺 現在大尺轉一圈 小尺 就會轉5圈 對 這樣大尺就 轉一圈 小尺就轉5圈 那我現在來轉小尺 小尺轉一圈 大尺轉1五分之一圈 那我再轉一圈 五分之二 五分之三 三 五分之四 這樣大尺轉一圈 這樣大尺轉一圈 如果你轉小的 大的就會轉五分之一倍 那你轉大的 小的就會轉五倍 OK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旋轉方向的問題嗎 來看這個1比1的齒輪 這兩個旋轉方向不一樣 那我們要怎麼 讓這兩個旋轉方向一樣 那我們就是 把中間這個變墮輪 那我們就裝一個 一樣大的齒輪上去 那這一個跟這一個的齒輪就會轉 同一個方向 然後相同多圈 然後再轉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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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後面會再介紹比較困難的 比較複雜的齒輪組 我們先看一下用哪些齒輪 24齒 40齒 8齒 我們先來看減數比的部分 5分之一跟25分之一 全面簡單的介紹之後 我們就可以觀察數 中間為5分之一 最右邊為25分之一 好我們把它翻面 現在是加速比的部分 現在是加速比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出來 手轉動的轉速 與大齒的轉速是一樣的 那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小齒為 5倍 那最右邊的 24齒為 25倍 以上就是齒輪比的介紹 生活中也很多的地方會運用到 像腳踏車 汽車 大家都可以去觀察一下唷 大家的收看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唷 OK 今天介紹到此為止 發射